不停狂奔 还有更夸张的 红色轿车后方绳索硬拉着小狗 跑到体力透支被拖行好几公里 现在这些行为统统要罚 机车他们其实很多都会穿来穿去 那小狗可能很容易就被其他机车 撞到之类的 有法律约束的话 至少在法律上 你就可以去喝止这种行为 动保法十一号三读通过 禁止以汽机车方式遛狗 最高开罚一万五千元 如果造成重伤或死亡 刑则再加重 小白下辈子不要当笨狗啊 小白狗被铁链悬吊不断挣扎 国居虐狗案记忆犹新 现在刑则翻倍 从原本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改成两年 还并合二十万元以上 两百万元以下罚金 但农委会坦言 实际开罚有难度 因为法律的目的在嚇阻 那是基于少数的个案 现行来讲 大概透过所谓的检举 或是通报的这样的机制 是比较多的 大家对于动物虐待 还有在认知上 有很大的歧见 农保法近几年 很多都是检察官不起诉 侵判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我会觉得 还是需要靠教育来 奠定这样的共识 从过去数据来看 每年上万件申诉 只有二十多件虐待动物案 进入司法程序 实际获判刑责的 更是少之又少 立法能不能保障狗猫权益 还是有赖全民 动保意识提升 带来新闻周一辰检员级台北报导 关心您的健康 国际级的大导演李安 日前传出回到台湾